在娱乐圈发展 颜值其实也担任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虽说颜值高 并不一定会在娱乐圈大红打字 但是在这一个看脸的时代里 没有一个高颜值 想要在娱乐圈站稳脚跟并不容易 如果说娱乐圈里 清纯优雅的女明星样术冻结了 她清秀的五官 以及完美的身材比例 高超的演艺风格 给很多网友视觉上的丰富盛宴 令很多观众印象十分深刻 而李承敏 这位来自韩国的明星 论相貌气质 其实和董捷不相上下 她的相貌新春 也是十分吸引网友的眼睛 虽然李承敏在影视表演中 扮演的角色和本人 有着十分明显的差距 那成熟性感的角色 总会让很多网友 对她本人产生一定的误解 但是李承敏在生活中 却并不是这样 她不仅温柔如水 浸显女性的柔美气息 还很低调 在韩国娱乐圈里 也是很多粉丝 最为忠实的偶像 可以说 这样低调美丽的李承敏 真的赢得了很多网友的支持和喜欢 一路上自然少不了 七分无数 李承敏对生活 总是有一种无比的热爱和向往 她的性格十分活泼 自然会带给很多喜欢她的粉丝 一些意外的惊喜和欢乐 她喜欢在运动中尽情释放自己 宣泄自己的不愉快情绪 把最美的她展现给大家 用最漂亮的微笑感染着人心 仿佛像和煦的阳光 总能带给人最温柔的舒适 这也是很多粉丝喜欢她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说 她的甜美微笑 成为她演艺生涯里出色的特别标志 而且她还十分主动和粉丝互动 和她们一起交流生活中的琐事 这样的她 总是十分友好的对待粉丝 没有任何耍大牌的样子 深受网友的喜欢 生活中的李承敏 真的让人看了内心很舒适 那种黄色的长发 看起来十分温柔 将少女的情怀诉说地十分真实 精致的五官看起来十分甜美 虽然是素颜妆 但是高颜值 却身临其境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可以说 李承敏的颜值 真的是不在话下呢 她身上穿着碎花睡衣 看起来轻松活泼 其实李承敏就是这样大胆追随自我的人 生活中的她 总是以低调的风格 赢得大家的纷纷认可 她仅仅在拍戏的时候 偶尔会出现在网友的视线中 像什么出席活动 担任广告宣传 真的是少之又少 或许她就是喜欢 简简单单地去做一个明星 不需要人气 不需要出名 只求自己喜欢 她的低调风格真的是很多明星所不及的 这也是她在娱乐圈一直以来 绯闻很少的重要原因 如今李承敏就是30多岁的人了 然而 每当她出现在迎评中 总是一副少女的清爽模样 清秀的容颜总是令人看了深深难忘 出色的演艺风格 总是赢得很多观众的分分认可 可以说 她的人气真的很高 可以说在娱乐圈也是有一定名气的人 这就是 在娱乐圈 然后 请 开 谢谢大家